朋友们,粽子千万不要这样吃 我将会一些患者吃粽子密度没了 先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 有一个老年女性患者吃粽子 粽子里面有枣,枣糊也还在 然后她不小心把枣糊吞下去了 她一开始没有在意 过了几天出现肚子疼,肚子不舒服来我们医院看 然后我们做检查以后发现 这个枣糊把她的小肠扎穿了,扎了一个洞 肠里面的消化液大便都落到肚子里面去了 那么只能急诊给她做手术 我们就给她切掉了一段坏色的肠管 而且因为这个老太太本身就比较虚弱,年纪也大 那么说后就去了ICU 在中治监护室待了好几天才转为为安 最后花了十几万才就好 但是还好,捡护了一条命 另外一个老太太前一段时间刚在医院住院 做手术切了一段肠子 出院了以后正好赶上端午节 家里面包了粽子 这个老太太非常高兴 胃口大开 一顿吃了三个粽子 当天晚上就出现肚子疼,恶心呕吐 那么又赶紧回来医院看 给她一做检查呢 肠子堵住了,扑通了,梗塑了 所以她会出现恶心呕吐 那没办法,又急诊给她做手术 但是这个老太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短时间之内,经历了两次手术的打击 手术后因为出现了一系列的病房症 没有抢救回来,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曾医生要提醒各位朋友 这几天吃粽子一定要注意 粽子的主要成分是糯米 而糯米主要是由淀粉组成的 而且糯米的淀粉主要是脂炼淀粉 淀粉还有脂炼淀粉和脂炼淀粉 像普通的大米脂炼淀粉含量比较高 而糯米是脂炼淀粉含量比较高 脂炼淀粉有更大的面积 所以跟消化没接触 应该是更容易被消化的 所以按道理来讲 糯米是一种比较好消化的食物 但是粽子并不是一种好消化的食物 跟粽子的做法有关系 大家看看做粽子的时候 把糯米实际的挤压成一团 这个密度就非常高 然后粽子做熟了以后 大家看非常的黏 黏黏糊糊的黏在一块 然后你吃的时候是不是咬不了几口 就吞下去了 导致这个粽子并没有充分的被你嚼碎 就已经吞进去了 而且它黏在一块是非常致命的 导致里面的糯米呢 跟消化液消化没接触的机会更少 所以消化吸收的时间就会变长 粽子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食物 如果你一口气吃了好几颗粽子 那么就可能出现胃疼胃胀不舒服 甚至这个粽子呢 跟一些其他食物混在一起 可能会形成糞食 可能会造成肠管的堵塞 所以如果是老年人 小孩子 消化吸收功能不好的朋友 粽子一次不要吃太多 一餐吃一小个就可以了 而且的话呢 要趁热吃 因为粽子放冷了以后 粽子里面那些质链淀粉呢 它又会重新结合在一起 形成致命的结构 导致更难被消化吸收 还有记得要提示各位的 因为粽子的密度很高 同样体积当小的粽子的话 它的热量是远远高于米饭的 一个粽子可能等于好几碗米饭 同时将会像南方的粽子 比如说肇性的粽子 这么大一个 你一顿饭根本都吃不了一个 所以呢 粽子不要太多 而且粽子呢 是主食 你吃了粽子 可能就不需要吃其他的主食了 还有一些人吃粽子 蘸糖 碳水加碳水 能量也很高 还有提示各位朋友 粽子里面呢 最好不要放枣 不要放枣糊 枣糊 不小心吞下去了 我们身体 是没有办法消化吸收枣糊的 枣糊呢 非常的尖锐 就有可能把你的胃肠道扎穿了 我们在铃肠当中 见过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想要吃粽子更健康的话呢 粽子不要做太大 小小个 一次吃一个就够了 趁热吃 然后的话呢 也可以适当的放些杂粮 这样的话呢 生血糖会更慢一些 有糖尿病的患者 粽子更不要多吃 尝一个味道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想要各位朋友 把这个重要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粽子虽好 可不要谈多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